然后舆论上的我还是要请教一下亮哥 你看到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婴儿的这些东西 真的是让大家最不能忍受 所以在这个媒体上的这个篇幅很大 还有这位美国女星啊 大家认识可能你看过她的这个影片 Jamie Lee Curtis 然后她发文要声援以色列嘛 当她的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 就她搞错图片了 这样照片她有没有 她告诉大家 以色列孩子多惨 天上都会掉下来炸弹被炸的 就搞了半天 她弄错了 这样照片呢 这些可怜的孩童是巴勒斯坦的孩童 搞错了 好然后后来被发现之后呢 她就默默的把她吓掉 但是默默吓掉 所以你关心的不是孩童嘛 你关心的只是政治嘛 只是以色列嘛 对不对 以色列的孩童如果是在这种险境当中 你会觉得很不忍心 你要为他们发声 但是如果是巴勒斯坦的孩童 在这个险境当中呢 你就觉得没关系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价值 还有哈佛 美国精英中的精英 大名校 哈佛三十四个学生团体连数 说以色列要负权 则唯一谴责以色列 当然如果说你看过这一页的历史的话 你当然会对这个巴勒斯坦 寄予无限的同情 我相信哈佛这些精英的学生组织 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态度的展现 但是你看到哈佛在全世界很有影响力 他们的校友华尔街的投行大佬 就向学校说学校应该要公布名单 把名单交出来 为什么 将来我的公司我的企业都不要 这个雇佣这些学生 然后在压力之下有五个团体撤回了声明 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跟美国的言论自由 即使连哈佛这种名校也不能够例外 也不能够免除这种压力 所以大家会不会真的是觉得到此刻为止 你觉得当然了哈马斯这样无差别的 去攻击这个以色列的平民 也是让大家觉得上帝无法忍受 但是接下来这一切呢 以及更多的在纽约 在欧洲 在巴黎 在澳洲 在英国 各式各样爆发的一些双方的抗争跟支持 各有拥护者 各有支持者 这位英国的知名作家 他说欧美国家手上沾满了巴勒斯坦人的鲜血 纽什也说嘛 以色列对于加上的报复 这个没有迹象显示 平民可以倖灭 所以亮哥怎么看接下来的舆论发展 会对这场战争造成影响吗 这个事实上就是在考验 犹太人的力量有多大 我讲白了啦 这个其实跟价值没有关系 就是你得罪得起吗 比如说华尔街 华尔街你不跟犹太人做生意 你几乎很困难嘛 好莱坞 我跟你讲 因为我在美国待了五年 我那个学校耶鲁大学 那个犹太人在过那个哈努卡的时候 那是一个礼拜的假 我们学校只好全校停课 因为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就不来了 那学生不来我们要上课啊 拜登政府是有史以来犹太人高官最多的政府 布林肯啊 叶瑞都是啊 不止啊 我跟你讲国家情报总监也是 然后那个驻日本大使 那个伊曼纽也是 然后参议院的多数党主席 乔曼纽也是 一大堆啦 然后刚辞职的那个副国务卿 乔曼纽也是啊 一大堆啦 我跟你讲啊 那国土安全部也是 白宫幕僚长也是 我讲一串啊 就是这个大概是有史以来犹太人高官最多 尤其是安全部门 很多都是犹太人啊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现象嘛 你刚刚说那个女星啊 他贴错照片 紧急下架 他吓坏了 我跟你讲另外一个 也是极端个案 美国有一个黎巴嫩议的 色情女院员叫MK 他就是直接表态出他支持巴勒斯坦 Playboy把他所有的影片全部下架 全部下架 你就知道连 连色情行业 有三分之二也是犹太人 你就知道他力量有多大 所以这个坦白讲这也不是说欧洲也这样 坦白讲就是美国这样 美国就是一个 就犹太人的力量极大的国家啦 那这个Israel Lobby他的游说团 民主共和两党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那还有福音派 那今天刚刚发生的新闻 纽约的天主教 五千人在街上游行 支持以色列 那有一些人就直接跳出来说 这个就是宗教战争 你干嘛 他已经把他扯到这里来了 你就知道多严重 他说这个就是宗教战争 我讲的是一些极端的啦 天主教也有 福音教派也有 所以美国之下的那个氛围啦 就这个大概已经到了盛战的程度了 在欧洲已经有好多国家啊 就是说这个不可以这个支持这个哈马斯 那个法国啦 法国因为支持巴勒斯坦很多 左翼政党出来游行嘛 那马克宏今天宣布不可以 街头游行不可以支持巴勒斯坦 德国也是啊 是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随着时间 然后舆论风向会逐渐改变 因为以色列地面部队一进去 一定有很多惨案的啦 这个两位将军都在这里 这个军事上判断就必然如此 对但这个惨案这也很惨啊 但是我看到这个 如果是巴勒斯坦儿童惨就没事 可是我跟你讲到时候网路照片 你根本挡不住了 因为我也在注意 就是非这个电视的啊 你看那个那个X啊就推特 推特事实上是一半一半喔 如果是网路的我认为 而且我坦白说啦就是说 比如说美国去打伊拉克战争啊 打到后来只有英国支持 欧洲所有国家都不支持 因为实在是伊拉克死了太多人了嘛 射击的纷争啊 只要武昌射击的纷争 连和国都没有用啊 因为他就给你这种否决权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在中东的各种行为 你没有办法制止 就是这样啊 就你没有制衡的力量 不不同一句话 如果说这次以色列不利用这些 在他观念不利用这机会把哈马斯灭掉的话 春风吹用 是啊他的想法真的是这样 而且没有了哈马斯还会有其他的哈马斯出来 我跟你讲那个立将军啊 事实上以色列有三种团体 一个是现在那个自治政府都不讲话 他大概就准备要做外交处 就巴勒斯兰知识政府嘛 就那个阿巴斯啦 去中国大陆访问那位 法塔赫对 那第二个就是哈马斯嘛 事实上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叫伊斯兰圣战组织啊 这个组织比哈马斯还凶很 这我跟你讲 你这个就好比你把那个盖达干掉 就出现伊斯兰过 那个春风吹用声 以色列有他的想法 可是加萨走廊有两百多万人 他也会再产生一个 另外一个激进团 这是被逼出来的啦 对 可是就是时间 以色列想说 我把你灭到这个程度 你春风吹用声大概要十年吧 我觉得他就是 他只是这样想而已啦 他是抱着这种效果 对嘛 那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短期会有外溢的效果 这外溢效果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美国的校园 还有美国的社会 还有美国的金融圈 都会有这方面的外溢效果 就会出来 变成一个社会对立 到时候变成这个 辱人或者是暗杀都有可能 因为已经 不是光是在尾巴冲突了 可能在美国 在欧洲 在校园的冲突 社会的冲突就出来了 还有国际恐怖 对 他到时候变成 变成这个人肉炸弹客就出来了 对 因为这个东西 都有这种可能 这个跟俄乌完全不一样 因为俄乌不管怎么样 还是同民族嘛 这我们看到有宗教啊 历史啊等等 而且欧洲的穆斯林有1000万 对 然后这个伊斯兰国ISIS 可能就辱了几个犹太人或以色列人过去 就屠杀了 会有这个状况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再继续杀这个 这个加萨走廊的 沙马斯政权 这个巴勒斯坦人对屠杀 他就用其他地方 伊斯兰国出来了 他没有办法参战 但是他会去辱人 也有可能就是变成 正规战变成一个暗杀战 都是极可能发生的 听着大家倒抽一口凉气 但是确实是 现在进行事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